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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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妄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流山做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帮忙点赞我们这段片 还有订阅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晒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现在的香港的的士 电子支付方面都算是越来越多 比起我几年前在香港见到的 例如什么巴达空 例如什么Payme 支付宝 很多东西都还可以 甚至乎你和哥说声可否转速快 因为没办法 现在的的士司机有时刻意地 就多花钱 就让你多跳一下 拼一拼看看会不会 又或者可能找少点给你 我记得我最近那次回到香港的时候 乘的士也是的 我不知道乘了48个多 他也是当我50元收费的 连一个多元钱都免得找给你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似乎是 那我就想了一想 然后看了一看 还是怎样 他又看了一看我 那他的样子似乎是想走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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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见到他这么兇悍 就没办法 走啦 快走 那不是太害怕了 只不过就想着 免得掃兴 大家一起和朋友 想着来这里走一趟 时间又赶快点 免得跟他说这么多 立刻下车了 你说遇不遇到什么好司机呢 我暂时在香港来说 刚刚那八天 搭了四次的士 有一个 送我去机场的 都不错的 都挺好的 会帮我搬走行李 速度也很快 又会问我 机场你近哪一边 即ABCD EFG 哪一个去 八屋 那些地近的 就是那个位置 G window 送到我比较近一点 真的呀 那怎么也好 就算司机服务态度 怎么也好 车漂亮也好 新也好 舊也好 这个就看你的菜素了 不过 总之收费 都是一事同人的 怎样都好 都是要付钱的 типа 你付为钱 很正常 我觉得 每个人乘历完车 当然要付钱 你不一定要乘的士 你搭巴士也要付款 坐小巴也要付款 这些人所共知 是常识来的 是不是? 没理由不付 这些是常识吧 不过刚才台湾提到的两种交通工具 就是你先预先付款 那你就不能付款 不行啊 没有啊 回到车的士下车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总收费 所以那时候才这样计算是对的 不过有些人又说自己差不多到 才发现自己没有钱在身上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时候这些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预过没有 的士司机的解决方法多数都说 你有没有什么提款卡 或者订点 最多车到你附近的提款机 就陪伴你按机 我见过就是这些解决方案 看到今次网络上有一段影片 这位年轻人看他的样子 他的发型加上他的面型 面型再撞上他的身形 有些少少废青的格 废青格也像的 他做什么呢 没有钱给 发觉不够的时候 他怎样去解决这件事呢 不如一起听一齐分析一下 好啊 好 好 3 2 1 去片 什么东西 我等你了 我上去拿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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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去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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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电话开门吗 我上去拿电话开门 他怎么这么有趣呢 他搞笑 就是司机叫他放下电话 他说不行啊 不放得下 就是要用打电话 叫那个人来开门 那是不是代表你自己 连锁匙都没有 甚至乎拍卡 你也进入 什么都没有 大厦都没有 我不知道他等什么大厦 有没有保安 所以你说不放得下电话 我都觉得离奇 不如你再打电话 那就确定了 那个人会下来 那你就再走去那个门 第一句我已经觉得你是抄车的 对啊 对啊 你其实放下一些东西 然后自己上去拿钱下来 这个我觉得 一般人都会想到 是一个解决办法 有时候人没有带钱 我自己也试过 没有带钱 我相信每个人都试过 不多不少都试过 但是他这个人 他这样又不肯放下电话 又好像说司机问他拿身份证 都不肯 不肯啊 因为身份证的成本贵 你又要去补领一张 又要再拍嘻 又要撿领头 又要给费用 又要排队等 又这样那样 你去到大厦的门口 你打电话上去 那次那个人 原来都不在家 那怎么办 你确定了他 那怎么办 走了 是啊 他要打电话开门 为什么不在车内打呢 我觉得奇怪了 你车内打了才行 你不用走到门口才打 是不是 就是了 傻傻的 好 继续听听听 身份证又如何呢 身份证也不行 哇 身份证也不行 我打电话 什么都没有 你走了 我不回来 我不会 我不会 你个个人都说不会的啦 我何时走了 那是老人家 那是不行啦 你拿下电话咯 电话上真的 我拿下电话叫他开门 那我帮他打咯 是啊 我帮他打咯 你等我一会儿好吗 没得 没得打 等你一会儿 诶 每个都等 就是了 是呀 真的很合理的 这位司机哥哥 要求他放下电话 然后自己上去 拿钱回来 喂 你大哥 你这傢伙 连出街不带身份证 如果万一 有警察要逗你的话 那你又没有身份证 很大劲的 其实是 很麻烦 不是很大劲 很麻烦 是吧 每个人都应该 出街的时候 都要带着身份证 对吧 哈哈哈 你自己不带 好了 第二钱又不带 只会带手机出街 这么有趣的人 哈哈哈 要补充一下 根据入境条例第17C 每一位年满15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都需要带着身份证明文件出街 例如身份证 或者你带着特区护照 可以不可以 我想都可以的 都可以 如果未能够向警务人员 或者入境事务署的人员 出示到你的身份证明 即属违法 但是呢 如果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 在家附近 被发现 没有带身份证 的话 就未必会 检控你的 即是你和那张 身份证的距离 不要看远 一百米左右 有这样的规定 有这样的规定 有些报道也这样说过 他又不肯留下身份证 又说没有 有些什么留呢 挺搞笑的 他说你让我自己走的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有时候有些人 第一次见你 或者第一次跟你聊天 或者第一次跟你见面 你就说要我相信你 或者是怎么怎么 你看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有没有看的 没有的 怎么看的 怎么看不到 平时戴着口罩 更加看不到你的样子 看不到全相 鬼知你什么人 一般陌生人 你说没有带钱 是不幸運 赛倒你已经不幸運 你还要这样走出去 那是更得了的 是不是 就算你是多好人 那为什么 那个人要相信你 我也不懂你 我要认识你 了解你 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所以我也很少 可以很随便 见过一个人 在几面 就说你真的 怎样 怎样 黑套说话 可能又 赞你美女 也可以 带你美女 也可以 带你美女 也可以 带你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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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钟 不是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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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分钟的问题 你不下来我怎么找你 我不会不下来 每个都说不会的 每个走路都说不会的 我没试过 你没试过 我试得多 好不好 真的 这个的士司机 好明是一个受过伤的男人 是吗 受过伤? 他可能遇过 被人骗过 想着等一会儿 谁不知就走了 会不会这样 又是载到一些黑仔 又不带钱的 又说要回家上去拿 谁不知一旦离开了的士 又不知去了哪 可能他也遇过 可能甚至乎你陪着他去按摩机 然后他想把卡放下去的时候 他就立刻说 哇你看我上面 有UFO 就立刻 他就走了 不知道一把卡还没进去的时候 就这样走了 会不会这样 哇那里有个妻子跳钢管舞 不求恐怖 哇 哇 叶太 叶太 叶太行过 快去打卡 就立刻走了 哇 他真是害怕 可能真的 受过伤的男人 就越更加会提高 有时候是这样的了 人与人之间 会有信任度 但是当你遇得多 都是这些坏人 就是学 看鬼都怕黑 智名救春娇 一世人流流长 总会有二上几个人渣 对 对 对 怎么知道 有时候人都是这样 都是要防备一些人渣 尤其是做开车的人 的士司机 经常都是面对着陌生人 对 对 每个人都是 尤其是计划你也好 或是困你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一定是这样的甜言物体 或者什么好人 低级售市匡 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对 对 可能那些人说 司机你相信我 三分钟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你相信我吧 可能是这样的匡 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有点懇求 但有点希望你同情我 不过那个感觉真的很废 你说什么三分钟 很废 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三分钟 一定不会回来 我不会相信 等升降机 你又说那个人 什么老人家 又说要下来开门给你 那那个老人家 你也懂得趕去老 又要怎么打电话 因为腾腾震 或者睡着了 听不到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是啊 不用相信 根本就是这个老人家 快放水 借头借路想走去 自己又不肯 我不肯拿钱出来 我自己就不太相信 他真的没有带钱 只不过有些老人家 总是有心存僥幸 不肯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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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希望可以 骗到人 然后就离开了一架车 成功搭霸王车 对吧 这些人是非常可惡 我认为 好了 那我们继续吧 哪里可以按摩 哈哈 你个小伙子 现在电影做得很好 什么都不放下 身份证 什么都没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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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放下电话 对 我要打电话上去 你一打吧 我给你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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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没有电话 我给你个电话 我给你个电话 哇 哥哥你几薄啊 给人 白痴人行卡 不行 人行卡 没钱人行卡 你报室也可以 我给你个电话 银行卡 你说你不见了 烂了 然后一个星期 不用钱保零 可以 真的傻傻 银行卡 没意思 不值钱 对吧 你说给周慧敏 多少年前的YES卡 我都可能好一点 哈哈 可能你会要 哈哈 都值一点 好继续 哈哈 你先按停标 那怎么按停标 不可以给钱 我可能是你嘛 你叫车都要付钱的 我叫车都要付钱的 我叫车都要付钱 我跟司机说好了 然后上车的 然后叫你车 哎呀 免得煩 然后之后 喂 你可以下车 我没有勉强你啊 喂 换了卡 你就打电话咯 是不是 等了嘛 三分钟 不是三分钟这个问题 我都是这样的 是啊 每个都说等他一会儿的啦 每个都走路的 我都说 我三分钟 你不要说三分钟 我原本 我原本 你不用说原本 我没勉强你回答的 是不是 我开了门 让你下车的 真的三分钟 三秒钟都走了 三分钟 三分钟就真的 相当之警势 三秒都够 不是啦 你这样骗人也有的 大哥 你真是当的士司机傻的吗 你小子 那种手法很绝劣很绝劣 哎呀 你真是当人小孩 不断捋了司机 三分钟呢 三分钟呢 还是三分钟呢 捋了什么鬼 哎呀 说是肺青 肺青 哎呀 真的很肺 超级巨婴 超级巨婴 哈哈 没错 就是跟那些男人一样 个个都说一生一世的 是不是啊 我会跟你一生一世的 我只爱你一个 还是怎样 我这一世就是爱你一个 很多 就说个个转头是这样 是吧 那也是的 是吧 好继续了 3个个小时 他对他自己弄才弄 一时堅,他就低了 也就是白天 都算你了 真正 把车门锁就去吧 信太多了 信什么你啊 到警了 到警了 那是信你 警察站在那里 我信你 哈哈 怎能信你啊 对啊 每个都说信的 凭什么信你 呀 就是凭什么信你啊 知你老鼠啊 不知了 这个傻子 这个人 幼稚到不得了 你搭乘的士在香港很贵吗? 很便宜的而已 这个是相对的 如果相对在其他西方国家 香港的士是算便宜的 我不是说的士是很便宜的 的士是一项很奢侈的交通工具 也不是经常搭乘的 不过相对来说 你一程的你到底多少钱呢? 那你也不肯给的 我想最多他就坐百多二百的士 哎呀 旅人来为什么呢? 人家的时间又浪费自己的时间 真是白痴 而且会再跳多几下 因为等的时候再继续跳 你自己不断加重你的成本 你这样摸摸摸摸几分钟 五方三分钟 你就摸三分钟 有跳多几下的了 再说回 香港来说 相对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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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很少在街上 وج�到到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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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ку 大部分人都会自己 如果在街上摘 它又未必會停止 因為它可能正在去到它的目的地找到客人 但它又不會蓋起旗 開了燈 是還是不是 所以香港真的摘的士 上的士 方便很多 如果在台灣想找的士 要不就在大廈大堂那裡 跟安裝說幫我叫的士來 或者去便利店也可以 你去便利店找職員跟他們說 我想找的士 他會幫你叫的士去便利店門口 也是一種服務 如果你進來找我叫的士 然後在等的士途中 你就可以在店鋪裡消費 其實他們的原意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廢青的下場 究竟有沒有付款呢 估計可能不知道那裡死死地氣還是怎樣 但又突然找找又有錢 那就可以叫他趕快離開 如果不是的話 又是麻煩的 又浪費自己時間 又浪費錢 又怎樣的 是不是要跟司機說說去哪裏 那裏按錢呢 你一來回 又是為了包好整件事 你也是要這樣做 沒錯 我們這次暫時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 這些廢青 垃圾 出來辮探一下 要懲罰一下 必須要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